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知道在舞台上蹦蹦跳跳是我所一直喜欢的事情也是我的梦想 现在提起来梦想汗水坚持可能会听到对方跟我来一句一文不值 一直以来都很讨厌总选经常想着如果没有总选这个东西的话 我应该在这里会快乐很多吧但每个东西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这个活动之所以能够存在那么多年也证明了它的意义 换个角度看或许有了它才会有更多的女孩有做梦的机会 年幼时候的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被更多人喜欢的偶像 在当时名次确实也会带来一些资源 我也有想过去尝试各种新鲜的事物 想被更多人发现 想站在更大更大的舞台上 后来了解过我的人也都知道 我经历了一些不太开心的时光 那时每次有不开心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知道作为偶像的我不能不高兴就去诉说 同时要一遍一遍告诉自己 时间会治愈一切 如果说还难过的话 那可能就是时间还不够久吧 说起这些我也很感激 愿意等我发现我的你们 现在的我可以和你们分享的事情更多了 我的难过开心都可以去诉说 我知道你们会陪着我 去年我的目标是选拔 大家也和我一起完成了这个目标 陪伴着我的人知道 这个目标是我喊了三年才达成的 我很开心 大家用实际行动告诉我 我值得 好像这几年总是在生病 这次的治疗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加上药物的副作用 我每天都感觉到很疲惫 身体也一直在疼痛 我相信 明年我肯定就完全好了 但时间不等人 所以我很快又站上舞台 仿佛这一切没有发生一样 依旧正常公演 正常活动 最近我总是会翻起自己以前的视频 坐在那里一看就是好久好久 视频中的人很熟悉 但又很陌生 甚至我也开始羡慕 视频中的这个人 可以肆意地蹦蹦跳跳 享受舞台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不喜欢不高兴 不开心的事情慢慢变多了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还要坚持吗 不想磨灭掉最后对偶像事业的热爱 也不想带着失望离开 又要迎来做选择的时候 那这次我的选择就是你们 我的荣耀一直以来都不是所谓的名次 是你们陪我度过的那些夜晚 陪我说话 给我鼓励 陪我做业务 知道我累了会出现在我面前 告诉我我们一起 你们才说我最宝贵的荣耀 希望你们好好爱我的同时 也好好爱自己 不要一个人偷偷地流泪 害怕我不能及时地安慰你们 又在那里胡思乱想 想告诉为我拼尽全力的人 你们已经足够好了 总有人知道我想要的 想做的 其他人说什么都不重要 因为只有我们知道 对方是自己的依靠 就这样手牵手一起向前走吧 有你们在 没什么可担心 今年我的目标依旧没有变 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起好好加油哦 我相信你们 也相信我自己 谢谢你们听我说这些 要开心 其实 我 就是 想说的话真的非常多 但是我怕自己太啰嗦了 包括 站在这里 其实也非常的开心 我知道 有很多人 不能来线下看我 但我相信你们 一定在屏幕前看着我 对吧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